小孩子現在都 四上各地也不敢回家 靠家滅土但的確也達到效果 頂著新髮型接受媒體專訪 陳佩琪大打背琴牌 抱怨外界聽不到自己說的 但選擇性安排三家媒體採訪 恐怕才是自我限縮 發聲管道 陳佩琪公布五大金流 包括繼承父親首尾錢 他跟柯文哲的薪資存款 再來是選舉補助款 最後則是演講跟親友紅包 只是五大金流跟ATM存款 六百一十九萬 還有時間都不攏 也被質疑避重就輕 難道是選擇性揭露 尤其ATM存款被爆料 是集中在二零二零年跟二零二三年 前往ATM六十次存入六百一十九萬 但陳佩琪這樣辯解 六年來講就是說六百萬 那一年一百萬 我去ATM一年十次的話 那如果一個月一兩次 我不覺得大家覺得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我們只針對兩階段密集性的六十次來討論 絕對是有高人指點想要去轉移 讓大家覺得說沒有我去ATM很正常 議員也質疑陳佩琪曾說自己用ATM小額理財 但秀出的帳戶明細卻顯示常使用網路銀行 難道公開受訪背後還有其他動機 沒有看到一個潛在犯罪嫌疑人 可以每天到處走跳 然後選擇性的對媒體放話 這當然也可能構成隔空來串供 陳佩琪親上火線 想證明沒有不明金流 卻衍生更多謎團 三立新聞 江文綺 六明君台報導